新一代的哈佛H9预售了汽油版三款车型 20.59到23.59万 这个价格还是挺有吸引力的 而且现在下定2000块钱的定金 还能够顶1.5万的购车款 那这也是变相的降价 低配裸车也就19.09万了 如果长城给点力 上市再降个5800的 最后新车20多万就能够落地了 那对于一台5米级的硬派越野来说 这个价格跟坦克300差不多 甚至还要便宜一点 已经很可以了 但是定金抵扣车款就当天有 你看到这个视频的时候 这个优惠已经没有了 这个是有点恶心的 那新一代的哈佛H9的外观 内饰大改变成了放盒子的造型 这玩意儿呢 纯属是个人审美 你喜欢就是喜欢 不喜欢也就是不喜欢 新H9的接近角和离去角 都是比老款要更大的 通过性更好 伯格华纳的TOD44区 M-LOK的机械锁纸是真三把锁 还有第二代的全地形的系统 越野能力肯定是没得说 但比较可惜的是 2.4T加9AT的柴油版 这一次可没预售 什么时候上市 存疑 我的建议是 不用着急 你如果没有当天下定金 那么优惠已经没了 所以就可以等一等 一个是等柴油版 另外一个也可以等一等 降点价再说 好